好 最後一首歌我想要唱 我發EP的第一首歌曲 這首歌叫做同一個下雨天 其實我從小就是一個非常懼怕舞台 但是又很喜歡表演的人 這個表演的就是內容 非常的不局限 比方說演講也是一種表演 但是我很奇怪就是我常常會在 表演的時候突然就是 一度很享受的時候我就會突然 腦子一片空白然後我就忘了歌詞 然後有時候還會忘記我現在在幹嘛 這樣子有一次表演的時候 我突然間就忘記我的彈吉他 然後我就突然間停下來了 然後台中的團員快被我嚇死了 然後我就想說 你為什麼突然間省油了這樣子 但是現在 就是 開始漸漸習慣一個人表演之後 就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省油 因為有時候還是 就是有一點就是沒有那麼強烈的安全感這樣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裡唱歌就是很舒服 那時候大家跟我說叫我來唱 唱作劇家 我就說不要好可怕喔 不要叫我去 我是來度假的 然後他就說來嘛 很好玩就當作分享就好了 忘詞就算了 所以我想說我就抱著一個 反正來這裡就是 一定會戰死沙場 的那種決心 好 促成就是發EP這件事呢 我大學的時候就是一個賞金獵人 我很喜歡到處去參加比賽 那一剛開始創作也是為了要賺獎學金這樣 希望可以賺到獎金 所以才開始寫歌 所以開始寫歌的時間非常的長 一年才寫那麼一次歌 因為那首歌只是拿來比賽用而已 如果比重了德明 就哇好開心 然後就結束了這樣子 然後過了一年之後又有比賽 就想說那再來寫一首新的歌 他一直到大學快要畢業的時候 練了自彈自唱 然後組了一個自己很喜歡的樂團 然後才慢慢開始想說 欸既然我有一個樂團了 我要好好的衝刺 所以就開始累積自己的創作量 然後一直到參加了星光大道 09年的第六屆星光大道 然後在30名的時候 就被淘汰了 就覺得實在太不甘心 因為我再多一關 我就可以唱我自己的創作了 結果就在那個門口就被刷掉了 我就覺得啊可惡 就是很生氣這樣 然後又生氣又難過 然後回家我就跟我的吉他手說 不管我們要發片 氣死我了 所以才開始做自己的第一張EP 一直到現在 我發行了四張單曲加EP加一張專輯 我覺得這條路真的還蠻辛苦的 原來都是爸爸媽媽還有身邊的朋友跟你說 做這個很辛苦怎樣怎樣 然後我都會回他們說 有哪一個行業不辛苦 你以為當警察很爽嗎 你也是蠻爽喔 沒有啦我是開玩笑的啦 對我只是想表現 就是表達各行各業都很辛苦這件事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一件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才不會覺得我每天上班 上的很不知道我在幹嘛這樣子 所以我就毅然決然還是 就是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也遇到很多鼓勵我的朋友 所以我想說今天來這裡還是唱一個 能夠找回初衷的歌曲 同一個下雨天 但我今天有點破戒了就是 我個人廢話有點多不好意思 我表演前是很超級壓抑的那種 我非常喜歡吃辣吃炸這些 就是很刺激性的食物 但是我表演前一天我都不敢吃這些東西 因為我就很擔心會影響表演狀態這樣子 但我今天早上吃了牛肉麵 然後剛才又吃了炸雞 覺得實在太爽了 所以我覺得好像心情影響比較大 所以保持快樂的心情 就算破音也不會覺得很難過這樣 如果忘詞的話大家就笑一笑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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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ty 謝謝 他需要很多給他勇氣的掌聲 很好玩齁 我們好玩在下面來下課休息 我們四個招 招 招 下課 這怎麼樣你 那麼冷嗎 冷到下課都 冷到下課 冷到下課